在台北市的東區呢 有一間營業了六十年的 老字號米粉湯 用的是大骨跟蝦皮熬煮湯頭 濃郁的滋味 也成為了在地人必推的 傳統美味 而滑順濃稠的肉燥呢 更是緊黏住老客人的味蕾 老闆常年不所謂的品質 讓口碑無遠不借 也吸引了好多的陶客 跟機車族的排隊潮 好不容易上一批 才一口氣送走舞台 轉過頭外送訂單又進來了 這熱言下賣的既不是連鎖素食 也不是便當快餐 有的倒是大安區精華地段 少數飄香數十年的傳統古味 超過六十年的在地米粉湯 然後你打完再打 兩個小米一個蘿蔔 米粉湯一起鍋 沉浸爐台保溫鍋 每兩下子點單排滿 裝美幾碗又快見底了 這一鍋又一鍋的熱騰騰 傳統美味 不只吸引機車族朝聖 也引來不提開單勸導的警察叔叔 好 來 那生意老的時候這樣一天要滾機桶嗎 生意有時候一天我必須要滾到兩桶 然後當然就是 依生意狀況去調配 生鍋裡的肉燥是雞滷飯 淡子麵的靈魂 豬絞肉煸了豬油後 不下油蔥快炒 大火快滾一個半鐘頭後 秘密調味 燜爐幾分鐘馬上關火起鍋 跟一般印象中的老店不是很像 但滑旋濃稠的五香味和胡椒味 卻有辦法緊黏老客人的味蕾 一練半世紀 不只滷肉情騰掛命的百味小菜 也不例外 我自己喜歡的就是豬肝湯 或是燙豬肝 就很溫馨 很親切 大部分都是這個 家鄉菜古早味 很鮮美 對 而且很清爽 它的米粉呢 一咬即斷 這個對我來講 跟我小時候的感覺很像 遼播香醜的味道 是隱藏在巷弄的美味 老闆娘林早芳 其實也算是老店的二代 回想到當時剛創業時的刻苦時代 婆婆硬著頭皮摸索改良 才變出簡單的幾道鮮甜下水 和用大骨蝦皮凹出的米粉湯 沒想到兩瓶攤味 竟然就此打下基礎 從此造福一個家族 這豬由我們自己炒的 自己炒的 早上差不多七八點 打烊兩點 凌晨兩點 非常好 連上洗手間吃飯都沒時間 從早上七八點到凌晨兩點 對 就是生意非常好 客人很多 而且有時候排隊排到轉彎 炒香蝦皮 油蔥再下芋頭 滾到軟熟的芋頭米粉 是林曉芳多年後 從老店開至三夜 跟先生又開分店 自己發想出來的菜色 但訣竅可就不是來自婆婆 時代在變 老店追求新的經營模式 如今第三代也回家接班 在維持糖濃麵香不變的原則下 精簡工序 去無存精 也搭上外送商機 一夾子三代人 用一夾子的時間撐起這塊 老字號的招牌 蜜粉湯 在台灣到處都可以看到 鹹酥筋的攤位 但這一家鹹酥筋 它融合的是西餐的做法和擺盤 像是酥炸濕木魚 就草帽結合了西班牙 伊比利火腿 口感很獨特又美味 還有創意蓮藕 當歸鴨餅 也是酥香脆口 而一般很基本的豆干 豬血 米腸等等 下鍋油炸前都會先滷製過 各式的炸五 最後都會加入大蒜跟洋蔥 還有十五種的辛香料 在鍋中大火拌炒出香氣 魷魚腳還沒炸 你要月亮喔 明年的中秋好不好 傍晚時間屋內屋外 三三兩兩的客人圍坐在吧台 跟老闆邊抬槓邊吃著東西 他還有座位也可以內用 老闆他們都不熱情 他們今天突然想到有什麼 就賣什麼 L型的迷你空間 老闆和客人畫家長 也編備著等會下有過的食材 乍看以為這裡是居酒屋 其實這是間創意鹹素雞店 這好棒 這都是這樣的頭好 我們在玩遊戲 沒有沒有 你要吃 沒有 還不 豆干 豬血 米腸等炸物 堆得像小秋 裝在好友精選的磁盤上 比廣東著名的盆菜 更讓人要流口水 早上現做的芋頭糕層層堆高 放置在小碟裡 酥炸食物魚巧妙結合 西班牙伊比利薰火腿 台胃裡裝入西方魂 光是食材 就已經創造視覺焦點 兩位老闆對美的喜好 把它融入料理和盤式上 鮮素雞店平時價位 卻藏著許多亮點 因為我們之前就是在 都做西餐 然後比較Fight Dine的餐廳工作 然後其實我們會來看 鹹酥雞店好了 會想要就是做一些 比較特別的東西 出西餐刀來做台式料理 對 這很少見 沒辦法 不太會拿中餐刀 是芋頭糕 版本很多 所以我們做過超多次 有乾香菇 然後還有蝦米 然後還有我們這個蜜蜂 蜜蜜蜂也沒有什麼 自己做的油蔥酥 自己下去煉豬油 然後煉好的豬油以後 再下去爆這個油蔥酥 因為我們想要讓人家吃到 就覺得 這就是我小時候阿嬤的味道 雖然我們年紀還不到那 不像一般鹹酥雞店 食材都跟廠商拿 兩位老闆都喜歡動手DIY 像是蘿蔔糕和芋頭糕 集結各家精華 才做出屬於自己的味道 平凡的豆干 米 腸 豬 雪糕 下鍋油炸前 已經先滷製過 雞翅也先用大紅袍花椒 辛香料醃製 所有食材低溫在高溫炸過後 他要進鍋裡炒 做工反覆 就怕食材油膩膩 香氣留不住 客人可以選擇說要加大蒜 或者是洋蔥 然後最後會經過拌炒 它的香氣會更凸顯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的秘密 可是現在公開了啦 迷你的一家店 就在東區小巷裡發光 入夜成了上班族打牙記的地方 也迎來了名廚江振誠造訪 看得到他就傻掉了 就想說他怎麼會在這裡 對 然後就 我們真的沒有想到 所以他第一次來的時候 我們最多只是 我們就只是說Chef你好 就這樣 然後第二次來就是來這邊內用 所以就是有機會就是可以 跟他講兩句 講兩句 跟他說什麼 可以跟我拍照嗎 江振誠不只一次造訪 每次來都點了愛吃的豬腳 這個受到大廚青睞的豬腳 擄過又炸過 外觀雖然變得嘔嚕嚕不討喜 但入口卻充滿驚喜 老滷 然後下去滷那個豬腳 然後當然還會加很多 辛香料在裡面 大概煮一個小時多而已 然後最主要是用泡的 會拉到六個小時左右 對 所以它裡面會相當的入味 而且我們只選用那個 豬腳中段的位置 它如果不多 可是它的膠質很多 還有這道蓮藕當歸鴨餅 鴨香肉用當歸酒先醃過 再和蓮藕潤餅皮做結合 人家都以為當歸鴨湯 你們這裡怎麼也有賣當歸鴨 對 我還問他說你要不要加麵線 當歸鴨拿來炸的好生氣 所以我去問到什麼 因為還正好 餐廳裡才能吃到的精緻點心 在這裡百元有兆 一張工作台與客人的面對面互動 大叔大姐 您慢走 隱身在東區巷弄間的 進化版鹹酥雞 還為其作創意無限 年輕人的創業夢也正在起飛